競爭是必須要有的 就沒有什麽選擇可言 有了庫克才成就了艾庫 為什麽沒有200瓦快充了呢 快充應該排在這三個之後 Wallware還是比較濃的 艾庫好像沒怎麽參與 無意去把主要的經濟劃在這裏 艾庫最大的挑戰 做點不一樣 算是預告嗎 對 那剛總在公司已經有多久了 我其實08年就來了 所以在這裏也比較幸運 見證了也親自經歷了 維吾和艾庫的誕生 15年的時間了 15年了 我當時記得非常清楚 就是5年前我第一次拿到 艾庫的初代手機的時候 當時我就非常好奇 因為好像之前沒有過任何的預兆 要有艾庫這個品牌 這個品牌是怎麽誕生的 當時為什麽你們內部 要做一個這樣的品牌 我們發現市場上肯定是有一群 追求極致的性能 然後玩遊戲的頻率也很高 然後對性能的要求也很高的 這樣一群極克的群體 其實他們的需求 在當時那個點上 18190的時候 並沒有得到很好的滿足 第二個點是我們內部 也有一群比較年輕熱血的工程師們 他們本身可能也屬於那一類人 然後也渴望做一些不一樣的有意思的東西 就這樣一拍即合 然後我們內部也快速的決策做艾庫這個品牌 小白老師 你呢? 你是大學畢業開始就做頻道嗎? 其實對於我自己而言 就沒有什麽選擇可言 我初中的時候 我記得應該是我們學校第一個折騰MP4的人 折騰什麽賽班啊 安卓1.0 2.0 從小就喜歡這些東西 然後自然而然就開始做了這個東西 其實我跟Tim應該是很像的 都是自己喜歡這些東西 我記得那個時候你是在英國自己 租的房子裏面錄這些東西 然後後來慢慢有了自己的團隊 就是你的目標一開始就是做一家這種創意的公司嗎? 我覺得那肯定不可能的 說真的我怎麽會想到能走到今天這個狀態 我覺得我們算是抽中彩票的一批人 不管是移動手機這塊的興起 還有短視頻領域的進一步的興起 才把我們這個行業給帶起來了吧 很關鍵一個就是網絡環境 之前的時候流量費確實太貴了 流量費占下來之後大家就可以搞視頻了 是 所以兩位老師都有一個共性 就你們本身就是極客 對吧 然後用網友的話講 把興趣變成了視野 其實也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IQ也馬上就要5歲了 您覺得當前IQ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正因為IQ跟別人最大的不同 是我們在極致的性能和極致的遊戲電競體驗上 所以在這個賽道上 我們一直是深耕這塊的認知 比如我們的IQ11S是行業裡面 率先做到超分超幀並發的一種全新的沉浸式的體驗 IQ12會在這個基礎之上更進一步 提到超分超幀 最近我們剛剛做了一期專題 其實這兩年整個行業各個品牌都在做相關的技術和體驗 您認為這個超分超幀的技術會成為未來遊戲 或者說性能這條賽道上的一個主流方向嗎? 用戶尤其是大型手遊的用戶 他們對更清晰的畫質一直都是不滿意的 超分超幀並發當然是解決畫質的一個重要的方向 我們在這個方向上會持續的引領 其實我也想問問兩位 在你們成長的過程當中 或者說現在管理這麼大團隊的過程當中 你們有沒有什麼挑戰? 我覺得這個問題最近我自己也在思考 首先就是在發展的過程中 難免需要更多的小伙伴來參與 然後管理一支小的團隊 然後去讓它怎麼做內容 然後做內容做得更好 然後做項目的管理 你怎麼樣去統籌各種各樣的項目 這個是可能很多內容創業者都會碰到的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一個永恆的話題 我覺得你肯定也會碰到 就是怎麼樣把內容做得更好 做得更精彩 我個人覺得我們比較難的決策 或者說困惑的地方 在於什麼是該做什麼是不該做 就有的事情是堅持是有結果的 但有的事情也許你堅持就是走向一個不對的路 很多時候前面的是一片霧 你是看不清的 是不確定的 你是不確定的 但是你得帶著團隊去做一個決策 但是你得走那條對的路 其實我覺得這是作為管理者 可能最為難受或者最痛苦的點 什麼是對的 其實往往在面對未來的居多不確定性 或者決策的維度特別複雜的時候 其實是難度係數更高的一個話題 但往往我們經常會反過來想 什麼是不對的 找不對的好過容易過 找出未來什麼是對的 我把不對的停掉 邏輯上我做對的事情的概率會大很多 這個也是我們內部實踐下來的一些管理的思路 確實 所以在手機上面我們可以來看一下這台手機嗎 現在這邊我們有一台 我們能夠親手來把玩一下這一台了 這個是12 對 這個是12 Pro 這個是12 Pro 一個是直角邊 一個是曲面屏 但是這次其實在ID上面它改變好大 而且最關鍵的一個底岸鋼總 塑料支架終於沒了 這兩台都沒了 我們肯定是做了比較大的創新的調整 iQ12最終定下來的這個方案 比如說像宝馬的傳奇版的這種標識 把它做了更精緻的標籤化的處理 另外第二個就是在攝像頭模組的部分 靈感最早是來自於像飛機的懸窗 包括太空的一些探索的懸窗 它咋一看四元四方 好像在方圓中間找到了一些平衡 但是為了把它實現得更和諧 它整個的攝像頭模組這一圈 沒有任何一個角度它是直的 這是第一個點 第二個點就是模組的玻璃的部分 它整個的平面沒有一個面是平面 它其實整個是一個弧面 對 整個是一個弧面 這個還是第一次剪 另外一方面就是對於我們的用戶來講 它很握的時候 它的手感是比較合適的 好像打遊戲一樣 對 因為它有一個很自然的過渡 這個是我們設計的理念 包括設計的手法 包括中間的一些細節的 然後之前的話我想 IQOO這邊說的是Monster Inside這個概念 現在變成內外出眾 這方面是有什麼樣的考量嗎 其實Monster Inside是我們內部的一種體煉 就我們經常講的強悍的性能和極致的遊戲體驗 這一點好像也是有共識的 這一次我們提到內外出眾 就是我們的用戶它是很在意極致的性能和極致的遊戲體驗 比如這位 對 但是並不代表只在意這個 對吧 它一定除了這個之外 比如說它還在意有好的手感 包括甚至現在拍照和影像 這些用戶的需求 我覺得我們都在IQOO 12J的產品上 一次滿足 所以這樣算是在影像遊戲 外觀上面都找到了一個比較好的平衡 那像IQOO的話 你們要應對的用戶有這麼多 要做這個平衡壓力應該很大吧 是 壓力我覺得每天都是在的 不過我們價值觀裡面有個關鍵詞叫本分 對吧 本分其實說白了就是平常心 平常心在我們內部的理解裡面 就是每天要面臨各種壓力 各種誘惑甚至干擾 在這種環境下 依然要回到事物的本源去做正確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在這種價值觀的牽引下 儘管有時候壓力很大 有時候很焦慮 但大部分時候我們還是能夠冷靜下來 去回到事物的本源 去做一些底層的決策 我個人覺得算是一種修煉吧 運作公司就真的是一種 我覺得是客觀存在的修煉 因為是方方面面都要考慮 所以Tim你怎麼樣對吧 你現在團隊有多少人了 110 已經強度很高 你也已經幾十個人了 對 也不是說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但是人性這個東西是必須要去尊重它的 就是假如你作為管理者沒有設立一個正確的激勵機制 你會發現整個組都會有一種奇怪的氣氛就會蔓延開來 然後最終就好像所有人都在忙 但是沒有再做一件有意義的事 這是我非常恐懼的一點 不能讓做得好的人沒感覺到他做得好和做得差有什麼不一樣 也不能讓做得差的人覺得我做得差 跟做得好的人也沒什麼差距 這個是我們要去解決的問題 對 聊到平衡,Tim還有小白 你們平常在商業和理想中的平衡 你們是怎麼思考這個問題的 我覺得做創作者 肯定要面對商業這個問題 不做商業就沒有辦法生存 但是實話說我覺得我們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最好的平衡 因為我們同時要對好幾方負責 而且要協調好兩方的關係 你要對假方負責 你也要對觀眾負責 這其實你會發現難度就會陡增 因為有的時候難免會有一些拉扯 假方可能想要的是這個 然後消費者想要的是那個 那你必須要比平時多花十倍的努力去做一個內容 讓兩方都能被震撼到 這我覺得不容易 其實我們也沒有特別好的平衡 但是我們正在努力地做兩個方向的嘗試 就比如說第一個 我們其實在今年把團隊擴大了大概三分之一 這樣的話我們有更多的人力和精力去拓展新的選題 然後通過更加豐富的選題來去平衡這個理想和商業 第二個就是我們也在努力地做自己的這個電商的業務 比如說回收啊這類 這樣的話我們就努力平衡內容和商業的一個中間點 對一個中間點然後努力去協調 OK peace的聊完了 我再聊一個比較尖銳的問題 這次為什麼沒有200瓦快充了呢 這個決策過程呢是有一點點糾結的 但我覺得最後我們還是做了這個決策吧 就是把200瓦的快充推回到了120瓦 這裡面其實本質上呢倒也不是說成本啊或者技術上的考慮 說句實話更高規格的快充技術我們之前都儲備過 兩位老師都很清楚就是手機內部的空間還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這個本質上是一個取捨的問題 就我們在做這個排序的時候 我們始終回到我們的酷克的這個群體 他們最在意的第一毫無疑問是極致的性能和極致的遊戲電競體驗 然後呢因為要把極致的性能和遊戲電競體驗做好 其實散熱也需要空間 然後再第三個呢我們會把這個續航啊 包括整個的手感的部分也作為第三個考量 所以把快充呢相對這三個而言放在第四位去考量 當然並不代表快充就不重要 所以我們120瓦還是要的對吧 就還是要保證在旗艦機裡面的一個第一TD的水平 網上說我們的酷克是自在意參數的一幫人 其實我覺得這個觀點它是有些片面的 正因為我們的酷克它是足夠的懂產品 它要的是整個產品給到我的綜合體驗 而不是單一維度的參數 所以我覺得我有必要為我們的酷克群體在這裡發個聲 剛總肯定也經常衝浪是吧 近兩年尤其是今年啊 我覺得這個火腰味啊會更濃烈一些 各種場合各種對比啊各種爭吵 但是我感覺好像iQoo都沒有怎麼參與啊 當然我們也不擅長 當然我們也無意義去把主要的精力劃在這裡 客觀地講啊我們真的覺得用戶心裡面其實是有一感稱的 尤其是拉長時間來看到這個問題的話 每一家怎麼說的怎麼做的 包括言行是否一致 包括各家的產品 哪家的產品更適合我 我覺得既然用戶都能夠清楚地知道自己要選擇什麼 他有自己的判斷 那我們更應該把主要的精力和時間花在產品和本身的體驗上 iQoo之後的未來它是什麼樣子的 我們經常在想啊 就是一個團隊或者是一個企業要去發展 它無非其實兩個方向 我現在已經有一部分是我的用戶 比如說我們的庫克 然後我除了庫克之外 我還想要其他類的用戶 這個是一個方向 第二個方向呢 是可能不想再去拓展更多的類型的用戶 就堅持只服務好像我們庫克這樣一類的極客群體 不排除未來會推出一些我們庫克們感興趣的這種產品組合 這算是預告嗎 對 我們傾向於這個方向到目前為止 雖然我不是一個很外向的性格 但是我還是很樂於也是發自內心的願意 多花些時間跟我們的用戶在一起聊聊天 因為有了庫克才成就了iQoo 就是這種共同的成長相互的陪伴 你會忽然覺得它是有意義的 它是美好的 兩位暢想一下 十年後你和你的頻道可能會是什麼樣子 頻道的話呢 我覺得我們肯定還是會堅持工具化的屬性的 就是我們想把自己做成一個產品和用戶之間的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橋樑 十年以後要說的話 我覺得我們應該會是一個全債型的公司 就是做內容也做 然後能有科技方面的部署那是最好 能夠用科技來輔助我們做更好的內容 這是我一直以來的想法 當然這些都是說的比較空的 可能最大的特點還是我們先別翻車 所以希望十年之後我們還能坐在這邊相遇 能夠再來談我們的這些十年間發生的事 我們就十年之後再傳一個局 看看我們三個人是不是還在各自的領域繼續努力 我相信我們一定都還在 都還能夠十年之後在現有的領域繼續的生根 OK 我們到時候再約一個不能只喝水了 下次得有點吃的 下次得有點吃的 得有吃的